我跟女友是异地恋 分开的这几年 她学会化妖艳的浓妆 学会穿大胆露骨的衣服 变成了一个我仿佛不认识的人 本以为我们能克服万难 走进婚姻殿堂 直到我看到了她手机上收到 其他男人的消息 我和女友从小便是青梅竹马 高中时确认关系 本科毕业后 她选择留校考研 而我则是工作养她 虽然异地恋很考验感情 但我深信 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和考验 我们二人最终能走进婚姻的殿堂 不过最近女友对我越来越冷淡 虽然经常电话视频聊天 但我能听出她语气中却少 那几分往日的热情和亲密 多了些敷衍和疏离 我察觉出了她的异样 旁敲侧击地询问 但她轻聊淡写地说 最近实验很多 左研究很累 不宜有她 我那是无比心疼 奈何间隔百里 无法为女友分担些什么 为了让她过得更好一点 我加大了给她的生活费 希望她能够买些好吃的 好用的 至少在生活上不会那么累 等到亲人节 我特意买了个LV包包 开车跨越百里给她一个惊喜 见到我 女友高兴不已 拉着我逛了一圈 晚上我专门开了间五星级情侣套房 准备好好亲热亲热 毕竟好不容易见一面 跟干柴遇到烈火没有区别 开始前 女友提议先洗个澡 要不然一身汗做起来太难受 我自然欣然同意 本想跟女友洗个快活鸳鸯浴 没想到被她没好气地称怪一番 行了 说着 她伸出柔软的小手在我胸前戳了戳 吴玉龙 你给我听好了 一会可得给我好好浇公粮 听女友这么说 我也只能无奈坐回床上 没一会 浴室里传出稀稀利利的水声 我则在着手不知场景 就在这时 女友放在床头柜 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打破了这宁静而暧昧的氛围 我微微一愣 下意识地拿起手机 目光落在屏幕上 打来的是一通陌生电话 还是从本地打来的 大概是什么推销电话吧 我犯着嘀咕 随手挂断电话 正想放下手机 手机又是一阵颤动 这次不是电话 是微信发来的一条消息 当我看清这条消息时 我的瞳孔猛的一缩 整个人愣在原地 韩寒姐 我打电话你咋不接 你觉得我昨晚的表现怎么样 我轻声呢喃着这条消息 一股强烈的窒息感涌上心头 女友的所有闺蜜 我基本都认识 这个微信名我从没见过 这个人到底是谁 跟韩寒是什么关系 难道刚刚那通电话 也是这个人打的 一连串的疑问在我脑海中疯狂涌现 让我心乱如麻 浴室里的水声突然停住了 我迅速回过神来 没有多想 迅速记下那个陌生号码后 将手机小心翼翼地放回原位 然后重新做回到床尾 女友出来后没有发现异常 催促我赶紧去冲个澡 洗澡时 我还在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 我试图平复内心的波动 但胎衣与担忧一旦产生 就会如同野草般疯长 洗完澡 草草了事后 女友便满足地躺在我身边睡着 看着她的睡颜 我心里思绪万千 一夜无眠 第二天醒来 我开车送女友去HTA 我一脸木讷地开着车 女友坐在后排玩着手机 时不时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一路无言 好几次 我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但话到嘴边 最后还是被我咽了下去 将车停到门口 目送女友离去后 我拿起手机 没有犹豫 拨通了昨晚的那通号码 很快 电话就被接通 一道稍显稲嫩的男生响起 喂 您好 请问你是谁 一刹那 愤怒 痛苦 伤心百般情绪涌上心头 心更是凉了半截 我强压下怒火 深吸一口气道 您好 请问您是HTA的学生 是的 有什么事吗 对于这样的回答 我没有丝毫意外 旋即编了个找校园代理的理由 想要将他约出来 听我话的一堆大饼 男生很明显心动啊 当即决定 今天在校外的一家火锅店见面 挂断电话 我心中百感焦急 实在想不到 自己居然会有卑率的这一天 当然 就这么跟他们撕破脸 未免也太便宜他们了 我要他们全部身败名裂 时间很快来到中午 我找了个几个HTA的兄弟 先来到火锅店 订了间偏僻的包厢 将位置发给他后 我便静静等他上门 过了一会 包厢的大门被人推开 一个白白嫩嫩的青年走了进来 没等他反应过来 几个大汉一拥而上 将其一把按到了位置上 我黑着脸走到他跟前 沉声道 说说吧 你是怎么翘我墙角的 这小白脸很明显还没反应过来 一脸茫然道 什么墙角不是谈合作的吗 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不紧不慢地说道 呵 你小子还在装傻是吧 我双眼紧盯着他 语气中透露出明显的不悦 说说吧 你跟我女朋友叶宇涵 到底是什么关系 小白脸被我这么一问 先是一愣 玄机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你 你是韩寒姐的男朋友 这 这怎么可能 见他如此反应 我心中的怒火更甚 厉声喝道 我跟他是青梅竹马 在一起也有五年了 都已经谈婚论嫁了 你说是真是假 别给我打岔 我问你话 就给我好好回答 小白脸被我恶狠狠的模样 吓得发出 咽了口唾沫 颤抖着声音 结结巴巴道 可 可是 我听 薛姐她说 她没男朋友 文言 我眉头不由皱在一起 挥了挥手 是一哥几个放开她 身边的几个大汉随之退开 小白脸顿时松了口气 但这可不代表 我会就此放过她 我瞪着小白脸 一字一句地问道 小子 你给我说清楚 你说韩寒没男朋友 是什么意思 听我这么问 紧张地又咽了口唾沫 他支支吾吾地解释道 大哥 我真不知道 薛姐还有男朋友 否则我也不会去追她 你说你和薛姐在一起五年 可我听说 薛姐在学校里 一直说自己是单身 还交过好几个男朋友 我也是最近听说 薛姐分手了 才去追她的 为了追她 我还特意进了 她的学生会部门 昨天给她发消息 是因为前天晚上的 部门聚会 心中的疑虑却并未完全消除 我眯起眼睛 冷冷地问道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骗你干嘛啊大哥 我保证说的都是真的 要是有半分价 天打雷劈 不信你可以看我的聊天记录 小白脸吓得对天发誓 更是把手机主动打开 交到了我手里 看了下她的聊天记录 确实没什么出格的地方 看小白脸没有问题 我的面色也缓和不少 面带歉意地把手机还给了她 不好意思啊兄弟 是我误会你了 问问 感谢大哥相信我 小白脸接过手机 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我闭着眼 消化着刚刚小白脸说的话 心里泛起一阵阵的恶心 实在没想到 我当初心里的白莲花 如今变成这个样子 叶文涵这女人 明明跟我确定关系了 还打着单身的旗号 去找其他男人 还找了好几个 可眼下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哪怕跟叶文涵当面对峙 我也讨不到半分好 说不定还会被她倒打一耙 如果就这样分手 叶文涵这婊子 压根受不到一点影响 一次 两次 那绝对会有第三次 乃至于更多 我仰起头 目光锐利地看向 正举谨吃着火锅的小白脸 沉声问道 小子 你还知不知道 关于叶文涵其他的传闻 小白脸被我突然地发问 吓了一跳 他放下筷子 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大哥 我只知道学姐在学校里 挺受欢迎的 追求他的人也很多 其他的传闻 我就不知道了 可他似乎还有些话 没有说出来 欲言又止的模样 我淡淡一笑 抛出了一个 他无法拒绝的条件 我认识几个公司的领导 或许真的可以推荐你一下 前提是把你知道的 都说出来 小白脸呼吸不由一致 连声道 前不久的校友会上 我看到学姐 跟一个名誉校友走得很近 因为学姐是志愿者 所以我没有多想 现在想一想 他们的肢体 接触好像有点过于亲密了 那个名誉校友叫什么名字 我连忙追问道 叫金 陈阳 对 就是这个名字 金陈阳 我反复默念着这个名字 将其记在心里 吃完饭后 我按照约定将他 推荐给了我认识的几个朋友 而后回到了H10的家中 这套房子是在我名下 不过我在西市工作 所以就只有叶宇涵一个人住 到家后 我开始搜索起 关于这位金陈阳的消息 不搜不知道 一搜吓一跳 这家伙竟然是本地知名企业家 只是年过半百 难不成叶宇涵真跟他有关系 放下手机 我揉了揉有些发胀的眼睛 最重要的还是证据 这金陈阳肯定是接触不到 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叶宇涵 等到女友晚上回家 她没跟我说两句话 就跑进浴室洗澡 听着浴室里传出哗啦啦的水声 又看了眼放在沙发上的手机 我打开了路由器后台 后台显示连接的设备 一共有三台 说明除了我的手机 和沙发上的那台手机外 还有一部手机存在 这是在女友回家后才连上 意味着这台手机 她随身带在身边 那么唯一能藏的地方 就在她的包里 我轻声轻脚来到她的包边 打开用相机拍下里面的布局后 马上翻找起来 果不其然 还有一个手机 正静静躺在包的夹层中 我压抑住内心的激动 手指犹如闪电般伸向手机 手机没有设置任何密码 看来叶文涵很自信 觉得自己的秘密 绝对不会被我发现 只可惜她失算了 时间如同紧绷的闲 我迅速将U盘插入手机 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滑动 通话 聊天记录 照片时评 悉数被我无声无息地收入囊中 拷贝完成后 我轻轻将手机放回原位 就像从未动过一样 又仔细检查了一番 确保没有任何痕迹留下 等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 坐回到沙发上 叶文涵刚好裹着浴巾 从浴室中款步而出 他身上还带着沐浴后的清香 轻力地贴到我身边坐下 我强忍着反胃和难受 勉强挤出一副和善的笑容问道 宝宝 我身上脏 你刚洗完澡 就别贴我身上了 文言 叶文涵反倒不乐意了 小嘴一嘟 埋怨道 人家这不是舍不得你吗 你过几天就要走了 又要留我一个人在这里 叶文涵或许觉得 自己这般做作的嘴脸 伪装得很好 可在我眼中 只觉得恶心至极 我不动声色地往旁边挪了挪 清了清嗓子 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自然 宝宝 我打算从济世 回到H市发展 我的话音刚落 叶文涵的脸色便微微一变 我能明显感受到 他的身体僵硬了一下 但很快便恢复了正常 亲爱的 你不是在西市的公司 干得好好的吗 前景也不错 而且H市这边也没什么公司 能比得上你现在呆的吧 这么好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 多可惜 要为我俩的未来好好考虑啊 叶文涵看着我道 双眼瞪得溜圆 闪过些许疑惑 而藏在那深处的 还有一抹微乎其微不安 脸上写满了错愕 我心中冷冷一笑 早就看穿了他的小心思 他这哪是为了我着想 分明是怕我回来 撞破他和老逼登之间的奸情 我没有点破 笑着说道 不是跳槽 我们公司决定 在H市开一家分公司 然后决定让我当这边的负责人 我故意停顿了一下 嘴角勾起一抹 难以察觉的弧度 怎么样宝宝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以后我们每天都能在一起了 这件事公司其实已经决定好了 我本想留着当个惊喜 眼下看来 对于他这个婊子来说 这更像是一记晴天霹雳 叶文涵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像是被双打的茄子 失去了往日的鲜亮 原本伪装的很好的表情 此刻无比僵硬 他张着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仿佛喉咙里 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见他这副模样 我故意柔身关切道 宝宝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难道我回来你不高兴吗 回过神来的叶文涵 马上调整好自己的神态 挤出一丝笑颜说道 高兴 当然高兴了 亲爱的 你升职 我怎么能不开心呢 我就是 有点太开心了 想到我们之后不用分开 每天都能在一起 就感觉跟做梦一样 他的语气中 带着几分不自然和心虚 我全当作没听见 起身将入盘放好后 再去洗澡 热水冲刷着疲倦的身体 我闭上眼睛 任由思绪 在阴韵的水汽中飘散 等到明天入盘里的内容 提取出来 我就有了铁证 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 怎么让金尘阳 和叶文涵这对 肩腹淫腹身败名裂 这才是重中之重 洗完澡 我走出浴室 叶文涵已经早早睡下 我无声地来到床边 躺下后 疲惫如同潮水般涌来 自从昨晚知道 女友出轨后 这一天一夜 我就没有休息过 没一会的功夫 我便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次日清晨 我早早醒来 如往常一样 叫醒叶文涵后 开着车去公司办理 调职手续 手续办得十分顺利 随后利用公司的设备 我将用盘里面的内容 全部提取出来 视频照片没有存多少 基本就是叶文涵 自己拍的一些 大尺度照片 骚手弄自的姿态令我作呕 接着 我仔细查看了通话记录 这一个月来 她只跟一个电话号码 频繁通话 不用猜 这穿电话的主人 肯定就是金晨阳 聊天记录则更加炸裂 之前背着我交的几个男友 他都没有删掉 仍保持着暧昧的联系 而他跟金晨阳的聊天记录 才是重头戏 宛若一股寒流 直透我的骨髓 看得我浑身冰凉 师兄 我昨天晚上那套服装 可是人家特意穿给你看的 我男朋友都没这待遇 你觉得怎么样 非常好 你可比我家大的黄脸婆好看多了 自从跟你在一起后 我越看他就越讨厌 没碰过他一下 跟你在一起才舒服 师兄 你这样的话 我俩之间很容易被发现的呀 发现就发现呗 大不了就离婚 反正我跟他已经过不下去了 对了 你男友有没有发现 放心师兄 他一直待在西医市 一迟就没回来过几次 他绝对不会发现的 这就行 等哪天我离婚了 你就跟他分手 我正式把你娶进门 谢谢师兄 师兄最好了 我还买了件很性感的制服 今天下午来我家嘛 这是最近的聊天记录 最远的能够追溯到一个月前 这洋洋洒洒上千条聊天记录 恍若一记忌中锤 狠狠砸在我的身上 彻底粉碎了我心目中 曾经的白月光 叶文涵他到底是什么时候 变成这等搔手浓姿 不堪入目的臭婊子 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那些甜蜜的回忆 此刻全都化作讽刺和嘲弄 让我心痛的无法呼吸 毕竟早在两年前 他就在暗地里 交了第一个秘密男友 他伪装得如此完美 让我丝毫察觉不到任何一样 一直被蒙在鼓里 若不是前天晚上的巧合 恐怕我到现在 还会沉浸在那虚假的幸福之中 丝毫不会怀疑他会出轨 即使做足了心理准备 可我依然感到愤怒 失望 痛苦 这些年来 我对他掏心掏肺 付出了所有的真心和热情 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我紧紧闭上眼睛 试图将那些不堪入目的画面 从脑海中抹去 但是 那些聊天记录却像幽灵一般 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感到自己的心好似在滴血 每一滴都是对他的恨和对自己的痛 当初他想读研遭到家里的极力反对 他爸妈认为 女孩子就应该早点出来工作挣钱 继续读书就是浪费钱 是我顶住立牌众议 全力支持他 他需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 当初我还是实习生的时候 每天省吃俭用 就是为了攒出他的生活费和学费 哪怕现在转正 我也同样如此 然而 我所有付出在他眼里一文不值 乃至于还跟金晨阳发起了牢骚 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像真一样扎进我的心 说什么在一起久了没感觉了 还说什么只有师兄能帮到我 他就是个废物 更是拿我不愿意拿钱给他父母买车说事 看到这里 我已是气得发抖 算是看清叶文涵拜金的真面目 而那金晨阳说的话更是让我无法忍受 言语间充满了不屑与亲密 哈哈 你跟着那小子能过上什么好日子 无外乎穷日子 苦日子 他能给你的 我能给你 他不能给你的 我也能给你 你要是跟着我 考研考博不仅畅通无阻 我还保证你以后飞黄腾达 不用为柴米油盐这些琐事考虑 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就知道师兄最好了 剩下的聊天记录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将所有证据整理好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让这两个畜生身败名裂 仅凭我一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专业的事情自然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我托朋友联系上H市最有名的律师 约定下午在市中心的一间咖啡馆会面 我先是去车前往分公司 匆匆完成交接工作后 便飞快赶往咖啡馆 停好车后 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时间正好差不多 我深吸了一口气 推开了咖啡馆的门 走了进去 一股浓浓的咖啡豆香气扑鼻而来 混合着奶油和糖的甜味 不由让我放松下来 正值下午茶时间 咖啡馆内已经坐满了人 大多都是青年人 或低声交谈 或专注地敲打着笔记本电脑 你好 来一杯浓郁咖啡拿铁 谢谢 来到前台点单 拿到咖啡后 我又往里面加了好几勺糖 比起苦涩难言的黑咖啡 我更偏爱甜丝丝的咖啡口感 我端起杯子 微微抿了一小口 那如糖浆般浓稠的咖啡顺喉而下 白糖的甜味与咖啡的苦涩交织在一起 令人回味无穷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端着它环顾起四周 我的目光很快锁定在了那位 坐在偏僻窗台边的青年身上 一头乌黑的短发 显得精神利落 身上深蓝色的西装 搭配着白色的衬衫和黑色的领带 显得既专业又不适风度 青年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目光 他转过头来 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 请问是池子昂律师吗 我是上午咨询你的吴玉龙 我向前几步问道 吴先生啊 你好你好 请坐 池子昂闻声立刻起身 热情地拉着我走到他身旁坐下 吴先生 您是想咨询一些法律问题 还是打算委托我处理一些法律事务呢 池子昂一坐下便开门见山 直接进入正题 他的声音沉稳而有力 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专业性 我也极其干脆 直接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合盘拖出 池律师 我女友出轨了 我这边已经掌握了不少证据 说着 我将整理好的文件带交到了她的手中 池子昂接过文件带 一边仔细看着里面的证据 一边继续提问道 嗯 请问吴先生 你知道你女友出轨的对象了吗 知道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是池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老板 金陈阳 或 原来是金老板 池子昂的嘴角微微上扬 带着一抹难以捉摸的玩味 所以吴先生 你的诉求是什么 我丑话先说在前头 出轨行为并不直接触犯法律 它更多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 除非出轨行为涉及到了 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那么这就可能构成重婚罪 出轨方会面临刑事处罚 此外 婚内出轨行为违反了民法典中 关于夫妻应当互相忠实 互相尊重的规定 可是你们没有结婚 因此 不用考虑离婚分财产 你明明可以分手一走来之 却没有这么做 说到这 池子昂顿了顿 看着我 眼中闪过一丝洞察一气的锐利 我猜 你真正想要的是让金老板和那个女人身外名裂 对吧 我微微一愣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没想到池子昂竟然这么快就琢磨透了我的心思 这份敏锐和洞察力 难怪他会成为H赫赫有名的律师 见我没有否认 池子昂摸着下巴接着道 吴先生 你手头的证据我看了 有点悬啊 还得有其他更有利的证据 例如二人的床照之类的 这是 得依靠私家侦探来做 那池律师 你可以给我推荐几个吗 我听得心头一紧 连忙追问道 池子昂笑了笑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 递到了我的手中 在下不裁 主业是律师 副业恰好就是私家侦探 不过 这费用吗 费用你放心 只要池律师你能帮我 钱不是问题 没等池子昂说完 我当机力断倒 我家里是做生意的 家境算得上富裕 出个私家侦探的费用绰绰有余 说吧 我当场给他发了一万定金 以示诚意 见状 池子昂没有过多废话 将一份档案发到我的手机上 点开一看 这竟是金晨阳的个人档案 池律师 你其实早就知道我的事了 我忍不住问道 文言 池律师淡淡笑了笑 吴先生 我没有继续追问 此刻的心思已经完全被金晨阳 这畜生的档案所吸引 然而 就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打破了我的沉思 我撇了一眼手机屏幕 上面显示着叶文涵的名字 心中不惊异景 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池子昂察觉到了我的异常 他抬头看了一眼我的手机 眉头微微一条 叶文涵 吴先生 这位该不会就是你出轨的女友吧 是的 我点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玄机拨通了通话 同时打开录音 喂 亲爱的 电话那头响起女友的声音 我深吸一口气 尽量让语气听起来自然 怎么了宝宝 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故作轻松地问道 没 就是跟你说一声 学校有场很重要的会议要参加 我估计比较晚才能回来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歉意 好 要不要给你留晚饭 我尽可能让自己的声音 听起来温柔体贴 不用 我在学校吃了 我还要做实验 挂了 亲爱的 好 叶文涵匆匆说完 便挂断了电话 我面无表情地放下手机 内心意外地平静 毕竟我对叶文涵已经彻底死心了 池子昂坐在一旁 他的声音虽然低沉 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传入我的耳中 他轻轻笑了笑 调侃道 吴先生 看来你这位女友是个大忙人啊 嗯 我感觉今晚他是跟那金晨阳私会去了 我沉声道 池律师 你今晚有没有时间 我想去蹲一下他们 文言 池子昂叹了口气道 既然老板你都发话了 我还有拒绝的余地吗 喝完咖啡 我和池子昂马不停蹄地来到H大门外蹲守 不得不说池子昂身为私家侦探 会得还挺多 他成功黑进了HR的安保系统 搞到了其他几个大门的监控 时时更新动向 然而 时间一点点流逝 叶文涵的身影却迟迟没有出现 失算了吴先生 说着 池子昂将手中笔记本的屏幕对向我 我刚刚破解了HR的内部安保系统 你的女友今晚真的在开会 我定睛一看 屏幕上显示的是HR的会议厅 而叶文涵赫然在脸 这样啊 我不免有些失望 到头来白忙活一场 一无所获 池子昂答应帮我继续调查 而我则赶在叶文涵回家之前回到了家 为了不让他察觉到任何一样 一到家 我就随手炒了几道菜 刚把菜端上桌 开门的声音随之响起 叶文涵推门而入 嗯 好像啊亲爱的 今晚你做了什么菜 刚一进门 叶文涵就迫不及待地来到餐桌旁 特意等你回来才吵的 尝尝吧 我勉强挤出一副和善的笑容说道 嗯 谢谢你亲爱的 叶文涵甜甜笑道 餐桌上 看着女友狼吞虎咽的模样 我不由想起了那些聊天记录 这臭婊子吃我的 用我的 助我的 还踏马把男人带到我家里 行苟且之事 想到这 我吃饭恶心 连饭都吃不下去 随便扒了几口 便起身离去 晚上上床后 女友主动的有些反常 可我一想起她全身都被那男人玩过 就感到一阵厌恶 愣是提不起半点兴趣 见我没有反应 女友只好放弃 趴在我的身上说道 亲爱的 我爸妈说过两天想到咱家做作 顺便把咱俩婚事敲定下来 听她这么说 我面色当即沉了下来 原来她是为了这碗醋 才包的这顿饺子 这叶文涵的爸妈是个男缠的主 重男轻女 之前谈婚论嫁的时候 那摆出的姿态 完全就是把女儿卖出去 他们开出的条件 更是狮子大开口 知道我家境比较好 就要一车一房和五十万彩礼 一点退让的余地还没有 换作以前我还会苦恼 现在不一样了 我伸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背道 好啊宝宝 我们谈了这么久 也是时候为咱的未来 好好考虑考虑了 这次你爸妈来 提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 我故作宠溺地说道 以她爸妈保守的观念 知道自己的女儿不仅出轨 还给别人当小三时 不知脸上会是什么表情 听我这么说 女友明显变得激动起来 在我脸上轻了好几下 亲爱的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我心中冷冷一笑 不得不感叹 这婊子是真会演戏 随后 四周陷入一片寂静之中 正当我即将入睡之际 便听到叶文涵再次出声道 亲爱的 明天学校有个很重要的实验 可能会比较晚才能回家 就不用给我留饭了 叶文涵话音刚落 我就像触电般瞬间清醒过来 好的宝宝 我知道了 我回应着 声音平静 心中冷笑连连 没想到他们两个 这么快就按耐不住寂寞 这次绝对不会错 他见我依旧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 似乎放心了不少 没一会的功夫就睡着了 我也闭上眼睛 昏沉沉的睡了过去 由于分公司还在准备阶段 这些天相当于带薪休假 正好有时间让我好好整治这俩狗男女 等我醒来时 女佣已经去学校了 我起床洗漱 同时打开手机 翻看着池子昂昨天发给我的金晨阳档案 金晨阳这个名字 在H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得益于其父亲乡长的身份 金晨阳的人生 从小到大都是一帆风顺 借着家底的后世 抓住了时代的风口 直接起飞 一跃成为H最著名的企业家之一 经常在国内外的各大商业活动中露面 风光无限 他的家庭情况也算得上完美 父母健在 妻子是本地大家族出身 育有一男一女 大的在海外名校留学 小的正在一所贵族高中上学 就是这么美满的生活 这金晨阳还是要出来偷心 当真是脸都不要了 不把他搞到名誉扫地 社会性死亡 老子绝不罢休 池泽阳给的档案详尽的令人折舌 从家庭住址到联系方式 再到工作地址 所有个人信息一应俱全 我翻看着这些资料 心中渐渐萌生出一个大胆而疯狂的想法 没有任何事宜 我迅速注册了一个三五小号 然后向金晨阳和他老婆发送好友申请 一开始金晨阳如我意料中那样 没有同意我的好友申请 他的老婆反倒第一时间通过了 我是李素新 请问您是 刚加上好友 他便发来了一段消息 从这短短的一句话 就能看出是位很有教养的人 看着这条消息 我不禁为他感到不值 怎么会跟了金晨阳这个无耻之徒 按照心中预设好的剧本 我小心翼翼地打出早已准备好的说辞 您好 请问是李女士吗 我是幸福洗车行的员工 今早是您丈夫将车送到我们这里进行清洗 这样啊 请问是出什么事了吗 她的回复很快传来 言语中带着几分疑惑 见对方没有丝毫怀疑 我这才继续下去 我们刚刚在洗车的时候 在您丈夫的车上发现了贴身衣物 我们已经妥善保管好了 由于联系不上您丈夫 所以就先联系您了 我故意说的含糊其词 给她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 贴身衣服 什么东西 仅仅是看着这些文字 我仿佛能感受到 她此刻那惊弱的表情和慌乱的心跳 我微微一笑 终于是要进入正题了 李女士 就是这件内裤 我轻描淡写地说道 同时手指在屏幕上轻轻一点 将那张早已准备好的照片 发送了出去 照片中 一条精致的红色蕾丝花边内裤 静静地躺在黑色车座沙发上 显得尤为刺眼 发送完毕后 我又显得端起手边的水杯 轻轻地抿了一口 目光紧盯着屏幕 见她没有反应 我还捕刀了一句 难道这内裤不是您的吗 片刻的死忌过后 她的回复终于姗姗来迟 只有简单的两个字 稍等 这两个字仿佛一块石头 投入平静的湖面 在我心中激起一圈圈连衣 我知道 我的计划成功了 果然 不出我所料 之前对我不屑一顾的金晨阳 此刻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急切地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 不仅如此 她的消息像连珠炮般疯狂地轰炸过来 每一条都充满了愤怒和惊恐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造我的妖 还跟我老婆说 她的语气充满了质问和威胁 仿佛要把我生存活泼了一半 我冷冷一笑 不急不缓地回复道 金先生 您何必这么激动呢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洗车行员工 发现了您车上的内裤 没有联系上您 所以联系您太太而已 放你马的狗屁 老子今天就没把车送去洗车 是不是别的公司给你钱 让你干的 你只要跟我老婆解释清楚 我给你双倍 乃至于三倍 她的话语间带着焦急和诱惑 试图用金钱来封住我的嘴 我嗤之以鼻 继续添油加醋 金先生 您真是太看得起我了 我就是一个打工仔 哪敢拿您的钱 再说了 这内裤难道不是您自己留下的吗 金晨阳被我气得跳脚 消息一条接一条的发来 字里行间充满了恼怒和惊慌 我一定会查出你是谁 到时候你向我求饶也没用 不蹲个十年八年 别想出来 看着屏幕那头 他气急败坏的样子 我心中一阵快意 金晨阳越是急 我越是开心 那照片可是我精心从叶文涵 和金晨阳车阵的现场图片里截取的 清晰度极高 连车内的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见 真实性绝对不容置疑 他老婆只要一眼 就能认出那两熟悉的作家 这也就意味着 无论金晨阳如何狡辩 如何找借口 都只会让他的解释 显得更加拙劣和不堪 信任 就像是一张脆弱的白纸 一旦撕开了口子 便再也无法恢复原状 易经的信任 终究抵不过半两个猜忌 况且一旦怀疑的种子 在心里种下 便会迅速生根发芽 茁壮成长 谁都无法阻止 直到将整颗星都占据 金晨阳见在自己老婆那边吃鞭 如同被拔了毛的攻击 怒气和恨意 全都一股脑儿地撒在了我身上 然而 看他这般模样 我心里却是冷笑连连 我深知 他根本惹不起他老婆背后的家族势力 李家在一起经营多年 根基身后 可以算得上是名门望族 金晨阳的崛起 肯定离不开李家的支持和帮助 他跟叶文涵那些甜言蜜语 说要修了老婆跟他在一起 不过就是空头支票 他压根就没这个胆子 没了李家坐靠山 他手下的公司又能活下来几个呢 所有富贵的都将如过往云烟 全部消散 因此 在面对老婆铁证如山的质问时 他才会如此手足无措 狂怒之下又无可奈何 看我一直已读不回 金晨阳更是怒不可遏 连老婆那边都顾不上了 当即放下狠话 你等着 老子马上查出来你是谁 不把你弄死我不信惊 我没有理他 直接将这个小号注销 这样一来 金晨阳无论如何翻查 都别想找到我的一丝踪迹 毕竟这是为他精心策划的陷阱 今天这一步 算是正式打响了我复仇的第一枪 然而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 金晨阳竟然一直都没有怀疑到我身上 他怀疑了那么多人 唯独露到了我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 或许在他眼中 我这样的存在 根本不足以对他构成任何威胁 只可惜他错了 错得离谱 他低估了我 也低估了我心中复仇的决心 我会让他知道 他曾经的所作所为 都会得到应有的报应 我会让他尝到失去一切的滋味 让他明白 有些人 有些事 一旦触碰 便会万劫不复 他的傲慢和自负 最终只会成为他失败的催化剂 金晨阳这回估计还在焦头烂额的 跟他那愤怒的老婆解释 而我这里 手机突然叮咚一声 是池子昂发来了一份资料 池律师 这是什么 吴先生 这是我查的你女友 霍京老板的酒店开房记录 请您过目 我面色一明 没想到这位池律师 效率还挺快 我深吸一口气 打开那份资料 只见上面密密麻麻的 记录了好几页 最早的记录 竟然是在六个月前 我愣住了 这意味着 叶文涵跟金晨阳 勾搭在一起的时间 远比我想象的要早得多 早在半年前 这对肩负淫妇就在一起了 我心里泛起振振恶心 向池子昂道了声泄 并迅速发去了报酬 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去了电子市场 采购了一批微型摄像头 准备安装在家里的各个角落 我猜测接下来 金晨阳的行踪 肯定会受到严密监控 一旦他去酒店开房 必定会露线 买房子同样如此 他们两人想要私会 唯一能去的地方 就只有我这里了 只要他们出现 这些摄像头将会拍下一切 成为我复仇的有力武器 时间来到了晚上 叶文涵早早回了家 按他说的话 重要的实验推迟了 所以今天才会这么早回来 说是这么说 实际上是金晨阳 得应付他那头暴怒的母老虎 无暇顾及他 毕竟像他这样的男人 虽然对原配已经没有感情了 但在人前仍需要一个 稳固的家庭作为门面 更别提他是有老婆孩子的 接下来几天 我应该要好好应付 他那对混蛋父母了 时光匆匆 转眼已是周末 我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大餐 等待叶文涵的父母上门 他爸妈就住在A市里 开车过来差不多半小时就到了 刚一上门 他们便热情地迎了上来 玉龙啊 这么久不见 怎么一下子又变这么帅了 那我就放心把我们家韩韩交给你了 他妈满脸笑容 眼中闪烁着满意与喜悦的光芒 没错没错 玉龙一表人才 配咱们家韩韩 那简直就是狼才女貌 天造地设的一对 他爸也随身附和道 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 听他们这般吹嘘 我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他们估计是跟叶文涵通过气 从他那知道 我打算无条件答应他们的要求 所以才会这么热忱 果不其然 刚坐上饭桌 他妈就叙叙叨叨地说了起来 不时地瞥向我 观察我的反应 哎 韩韩 你还记得以前住在咱对面的燕燕吗 前不久他刚嫁出去了 他爸妈拿到一辆车 还有十八万八彩礼 他一个高中毕业的就敢要这么多 我们韩韩这研究所 岂不是比他高贵多了 更别说咱家韩韩比他好看 性格也比他好 玉龙 你说对不对 说完 他妈突然转向我 期待地看着我 我没有说话 默默点了点头 见我点头 他妈大概是以为把我说动了 乘胜追击道 玉龙啊 你想想啊 我家韩韩可是985 211双一流学校的毕业生 如今更是在读研 比起那个什么燕燕 好得不止一心半点 我们这些年来养韩韩也不容易 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扯大 所谓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可不能让我们这些年来的心血打了水漂啊 所以这彩礼也不能少 觉得起码要给一套房一辆车 再来个五十万就好了 他妈终于说出了他的真实目的 眼中满是贪婪 哎 还他妈 正吃饭了 先别说这个 他爸事实打断 我心中暗暗冷笑 不得不感叹这一家子真是会演戏 他爸唱白脸 他妈唱黑脸 明白着就是想把女儿卖个好价钱 还拿叶文涵研究生的身份做文章 可真是笑话 别忘了 他这研究生到底是谁攻他上的 坐在一边的叶文涵见我面露难色 便悄悄凑近我耳边 吹起了枕边风 亲爱的 你会不会觉得太贵了 我爸妈其实没想要这么多 我们可以再跟他们商量商量的 这时我才明白他们的套路 他们爆出的价格果然还是虚高 就像菜市场里的小贩 先开个高价 然后再慢慢往下看 要是我一口答应下来 那他们可就赚大了 哪怕我还价 他们也不亏 果然 什么样的父母交出什么样的烂人 一家子都隔着算计我 我轻轻叹了口气 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叔叔阿姨 前几天我跟我爸妈也商量过了 这五十万彩礼 我们家拿不出来 他妈听我这么说 脸上闪过一丝不悦 但似乎早有预料 刚即放宽了条件 五十万拿不出来啊 阿姨我能理解 他妈故作大度的说道 那彩礼就拿三十八万八吧 但是房和车必须有 他妈的态度如此强硬 看来这就是他们的底线了 他爸也在一旁帮腔 一脸正色的说道 是 我不能让韩寒跟着你吃苦啊 吃苦 喝 实在是可笑 他们这么着急 想把叶文涵嫁出去 不就是因为自己儿子要结婚 错不出那么多彩礼 有了我这个冤大头 给钱给房给车 他们儿子结婚就不用愁了 我心中暗骂 面色不变 笑着说道 不 阿姨 你理解错了 我们家觉得就拿出五十万太少了 也不吉利 所以我们决定拿出八十八万 我的话音一落 他们一家三口仿佛被定住了是的 所有人都愣在了那里 叶文涵更是像出了店一样 猛地拽住我的胳膊 一双眼睛瞪得溜圆 满脸不可置信地说道 亲爱的 你说的是真是假 当真要拿出八十八万 这还能有假 宝宝 我深情款款地看着他 柔声道 能把你娶回家 我花这么多汁了 叶文涵听到我的回答 顿时像个小孩子一样欢呼雀跃起来 一把抱住我 兴奋地喊道 亲爱的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他爸他妈这时也回过神来 激动地语无伦次 我冷冷看着陷入喜悦之中的一大家子 乐吧 趁现在还能乐 等到以后你们就乐不出来了 这样还不够 我准备继续加码 叔叔阿姨 房子的事我也考虑过了 我打算在市中心挑个学区房 这样以后孩子上学也方便 房本就写我和韩韩的名字 毕竟这是我们俩的未来 至于这里的房子 就留给你们了 算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车马 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就挑什么样的 五十万以下我都能承担得起 我轻描淡写地说道 仿佛这些对我来说只是小事一桩 话音未落 他爸就迫不及待地搂住我的肩膀 脸上的笑容比花还灿烂 玉龙啊 咋还喊叔叔阿姨 这也太见外了 反正以后都是一家人 喊爸妈就行 他妈也是一脸喜色 连连附和道 就知道我家韩韩有福气了 非你不嫁啊 饭后 他爸妈没有久留 便匆匆离开了 等他们一走 叶文涵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立刻贴了上来 我想要了亲爱的 看他这父母妹动人的姿态 除了厌恶外 我没有任何感觉 可为了不让他察觉出一场 我只能强打起兴趣 久违做了运动 然而 我的动作没有以往那般怜香惜玉 想要将心中的愤怒和不满 全都发泄出来 没想到叶文涵似乎十分享受 这样粗暴的对待 做完后 我起身正想去洗澡 却被他一把拉住 亲爱的 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文言 我心头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眉头微皱 转身坐到床尾 怎么了宝宝 叶文涵神秘兮兮的 从床头柜里取出一个东西 交到了我的手中 我定睛一看 这是一根厌孕棒 上面赫然显示两条杠 亲爱的 我怀孕了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他笑盈盈地看着我 眼中闪烁着期待 我正正看着手中的厌孕棒 心中没有丝毫的喜悦和激动 更是下意识地将整根厌孕棒捏爆 哎 你亲爱的 你这是干什么 借我来这么一出 叶文涵不满地问道 难道我怀孕你不开心吗 我深吸一口气 强行压下心头的怒火 勉强扯出一个和善的笑容说道 开心 我当然开心了 这可是我们爱情的结晶 我就是怕你生孩子会很累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 听起来温柔而关切 不累 叶文涵摇了摇头 脸上露出甜蜜蜜的笑容 只要你在身边 我就一点都不累了 他依偎在我怀里 声音温柔而娇媚 我再忍不住了 随便找了个理由跑进了浴室之中 强烈的恶心和反胃差点让我吐出来 这孩子分明就是他的那金尘阳 这婊子还有脸说是我的 喝着把我当接盘侠视吧 哪怕是我的 也无法改变他出轨的行径 接下来的几天 被老婆盯着的金尘阳没有任何动作 叶文涵也是碍事回家 跟个狗皮高钥匙的一直贴着我 当然 这都是假象罢了 叶文涵不知道家里被我装了微型摄像头 等我不在的时候 就耐不住寂寞联系他的情夫 监控我是挑的市面上的顶级货 我可以清晰地看到 他们两人亲密无间的聊天 甚至还能看到 他们发送的露骨信息 叶文涵对那天被搅黄的私会很不满意 对金尘阳一顿闹 金尘阳虽然有些无奈 最终还是妥协了 答应帮他搞定这个学期的讲学经以及论文 看着他们两人狼狈为奸的样子 我心中充满了愤怒和鄙夷 但池子昂那边的调查陷入了瓶颈 那天被我敲打后的金尘阳明显变得异常小心 谨慎地几乎抹去了所有可能留下的痕迹 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决定性的证据 将这对狗男女彻底定在耻辱柱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个机会终于让我等到了 金尘阳好几天向叶文涵提出要见一面 估计是给家里那的母老虎搞得欲火难耐 却又无处发现 只是李夫人早在H时布下天罗地网 金尘阳要是敢开房买房 马上带人捉奸 正当他们苦恼不已时 我趁机向女友提出这几天要出差的打算 听到这个消息 他俩别提有多高兴 当即决定 等我走后就来我的房子碰面 享受久违的欢愉 当天 叶文涵亲自送我到高铁站 临走时他还紧紧握着我的手 眼中满是不舍 等到他亲眼看着我上了高铁 这才放心地回家叫金尘阳过来 可他并不知道 我根本没有真的出差 高铁行之下一站后 我便悄悄下了车 坐上了早早等候在这里的池子阳的车 一路及时回家 通过监控画面 能够看到金尘阳已经来了 几天不见 好久没有发泄过的金尘阳 便迫不及待地扑到了叶文涵身上 二人静视直接在玄关缠绵起来 声音传来 池子熬摸着下巴若有所思地说道 吴先生 这段监控可以算是铁证了 没想到你在家里装了监控啊 我冷冷一笑 摇了摇头道 池律师 不要急 真正的好戏马上就要上演了 文言 池子昂不禁一头雾水 疑惑地看着我 吴先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解释 只是静静地盯着监控画面 池子昂这才注意到 自从跟我碰面后 我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他还没来得及细想 一辆面包车便飞速驶来 稳稳停在了单元楼下 只见十几个手持钢管的壮汉 从车上跳下来 气势汹汹地朝楼上跑去 这 我淡淡地解释道 我借了高利贷 故意把身份信息填成金尘阳的 不过住址填的是我家 早上 我还特意骂了放贷的老板一顿 让他有种就过来找我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看我这富云淡风轻的模样 池子昂不由暗暗扎舌 这一手借刀杀人 着实有些超乎他的意料之外 用得确实巧妙 二人看着监控画面 那些个大汉正在飞快往楼上跑去 金尘阳和叶文涵二人 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 仍在享受雨水之欢 师兄 有件事我要跟你说 叶文涵说道 什么事 金尘阳仍沉浸在方才的快感中 随口问道 就是我怀孕了 孩子是师兄你的 金尘阳身体不由一僵 看着怀中的叶文涵 一脸的难以置信 你说的是真的 还能有假 叶文涵柔软的小手 在他身前画着圈圈 轻声道 那天危险期 正好又没保护 就中了 金尘阳面色随之一沉 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些什么 咚咚咚 这时 一连串急促的敲门声 骤然响起 金尘阳本不想理会 可即便无人应答 敲门的人也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反倒更加猛烈的撞起门来 见状 金尘阳的火气疼的一下就上来了 他提起裤子 猛的打开门 骂人的话刚到嘴边 金尘阳却突然愣住了 门外站着十几个壮实的大汉 身材魁梧 肌肉囚结 面容凶狠 正虎视眈眈的盯着自己 他们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种冷酷和残忍 仿佛随时都会扑上来 将金尘阳撕成碎片 金尘阳 这个浮沉商场数十年的老狐狸 见多识广 什么样的场面都未曾让他退缩 然而此刻 面对这些虎视眈眈的大汉 他竟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 他的双腿如同被无形的力量束缚 无法动弹 声音也变得颤抖无比 你 你们找谁 金尘阳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 喉咙里仿佛塞满了沙子 你就是金尘阳 回首的墨敬南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那眼神如同寒冰一般冷酷 他立声问道 我是 你们是 换位说完 墨敬南突然出手 一拳狠狠地砸在了金尘阳的脸上 金尘阳只觉得眼前一黑 整个人便倒在了地上 鲜血从他的鼻孔和嘴角流出 染红了他的脸庞 你 你为什么打人 信不信我报警 紧紧一下 金尘阳就被打得满脸是血 他一脸惊恐地指着墨敬南说道 墨敬南不屑地拿手帕擦了擦手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金老板 我认得你 实在想不到像你这样的企业家还会借贷 可你借贷就算了 骂我是几个意思 骂得这么难听 还让我上门找你 这不 我是来满足你的愿望的 墨敬南的话 让金尘阳一脸猛逼 他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而坐在监控屏幕前的我 却已经是乐开的话 看着金尘阳那狼狈不堪的模样 今天 定要让金尘阳吃不了兜着走 监控画面里 金尘阳还在试图挣扎 但那些大汉如同铁壁一般 将他牢牢围住 他的呼喊声 求饶声在走廊里回荡 无人理会 毕竟换谁都不愿意去惹一群黑社会 要是自己被盯上 那可就糟糕了 我静静地坐在屏幕前 欣赏着这出有我精心策划的好戏 大哥 你听我说 这都是误会 又挨了好几拳的金尘阳 惊慌失措地解释道 但墨敬南却不为所动 他掏出手机 在金尘阳面前晃了晃 屏幕上的借贷人信息清晰可见 误会 金老板 看看这借贷人到底是不是你 你自己借的钱还想赖账 金尘阳定眼一看 上面的资料确实是自己的 他瞬间明白过来 气得浑身发抖 仕途辩解 大 大哥 是有人盗用我的身份 不是我借的 我可以帮你找到那个人 怎知墨敬南亚根不想听他废话 拍了拍手道 谁借的我不管也不想管 反正借贷人填的信息是你 金老板 我只要钱 这一百万你不管怎样都得给我还上 随后示意手下们继续 大汉们一拥而上 将金尘阳暗倒在地 一拳拳的砸在他的身上 挨揍的金尘阳发出一声声哀嚎 自己这下真是哑巴失黄连 有苦说不出 决定好了吗金老板 你准备怎么还 现金 银行卡 还是 说着 墨镜难笑眯眯的看向一旁色色发抖的叶文涵 像是想起什么似的 缓缓道 金老板 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有家事的 没想到还在外面养了野猫 真是家花没有野花香 要是让你夫人知道的话 别说了 墨镜难的话 让金尘阳心中一紧 他咬了咬牙道 决定妥协 你开个价 要多少 金老板不愧是生意人 真是爽快 墨镜难乐呵呵的伸出两根手指 连本带利 外加封口费两百万 很划算的金老板 金尘阳心中感到一阵肉痛 他知道今天这节自己无论如何是躲不过去的 好 这张卡里正好有两百万 密码六个一 你们拿走 满意的点了点头 他拍了拍金尘阳的肩膀 笑道 金老板 你放心 这是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绝对不会泄露出去的 说完 他带着手下们心满意足的离去 金尘阳瘫坐在地上 狠狠看着墨镜难离去的方向 又无可奈何 只能将心中的屈辱发泄到叶文涵身上 我则将所有的监控录像保存下来 为了不让叶文涵怀疑 我特地跑到外面住了几天才回家 叶文涵和金尘阳这对狗男女 当真是不知廉耻 从早到晚一有时间 就跑到我的房子里大做特做 我冷冷看着这一切 为他们的人生办下了倒计时 三天后 我装作刚刚出差回来的样子 神态自若地走进了家门 而叶文涵趁我回家前 已经将所有痕迹打扫得一干二净 吃完饭 洗完澡 叶文涵便缠着我上床 他依偎在我的怀里 长发披肩 散发出淡淡的香气 我轻轻抚摸着他的长发 柔声道 宝宝 咱既然彩礼谈好了 也应该准备订婚了吧 我们两家人碰个面 一起谈一谈 你觉得怎么样 叶文涵在我的怀里蹭了蹭 轻力地说道 当然没问题了 我都听你的的 嗯 我微微一笑 轻轻吻了吻他的脸颊 这一刻 我知道 复仇的序幕已经缓缓拉开 到了订婚这一天 两家人陆续到来 我这边除了我父母 还叫来的之前 陪我一起H大拙间的兄弟 我已经提前给几个哥们 打过预防针 让他们先不要声张 静待时机 而叶文涵那边似乎觉得 将女儿以如此高价嫁出 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情 竟然把三大姑八大姨 全都叫上了 几十号人浩浩荡荡地 挤进了我家 刚一进门 叶文涵的父母 便热情地迎了上来 找我父母聊起了天 嘿哟哟 这不亲家吗 八十八万和车房 都准备好了 他妈眉飞色舞地说道 真是三句不离前车房 什么八十八万 什么车房 我妈听得一头雾水 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她妈见状 满脸责怪地看向我 称怪道 玉龙啊 你看你 彩礼谈好了 也不跟你爸妈说一声 这像什么话 说完 她清了清嗓子 颇有些自豪地说道 玉龙跟我家谈好了 她出八十八万的彩礼 还带一辆车 一套房 房间很小 声音很大 四周响起一阵吸气声 实在没想到 吴家出手竟然如此阔绰 发出一声声惊叹 我站在一旁 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看着叶文涵母亲 那得意的嘴脸 心中冷笑连连 我爸妈听闻 皆是惊讶不已 脸上露出了 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们急忙将我拉到一旁 低声询问道 龙龙 你什么时候 跟他们家谈的彩礼 我们怎么不知道 我爸紧皱着眉头 语气中透露出 不满和担忧 是啊 他们家这哪是嫁女儿 这分明是卖女儿啊 敢要八十八万 还不如去抢 你别被他们给骗了 我握住他们的手 轻声安慰道 爸妈 这我骗他们的 放心 我心里有数 听我这么说 二人面面相去 虽然人有些疑虑 但看我一脸自信的样子 也稍微安心了些 经历过这段小插曲 便是进入正题 当着众人的面 我饱含深情地 拉起叶文涵的手 他也是爱意满满地看着我 首先 我感谢各位能到场 见证我和宝宝订婚的时刻 想一想 我和宝宝从小到大 已经一起走过快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 我们两人经历了太多太多 但都不离不弃 携手走了过来 因此 宝宝 我不想再等了 等下去完全没有意义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叶文涵重重点了点头 眼中闪烁着幸福的泪光 就在这时 他突然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报告 高声宣布道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怀孕了 昨天刚去做的检查 此言一出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他爸妈眼睛顿时一亮 有孩子套住我 到时候我想反悔都没机会了 在一片起哄声和祝贺声中 我紧紧地搂着叶文涵 微笑着继续说道 这几天 我把跟韩寒这些年在一起的照片 做成回忆录 正好大家一起看 说完 我用眼神示意兄弟几个动手 哥们几个很快就把准备好的视频 投放在众人面前 随着视频的播放 一幅幅温馨而感人的画面 展现在众人面前 那是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 有欢笑 有泪水 有争吵 也有和解 每一帧都充满了回忆与感慨 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之动容 然而下一秒 男人和女人的声音突然响起 视频上播放着的正是 我用微型摄像头拍下 叶文涵和金晨阳做运动的画面 除了视频播放的声音 屋子里没有一个人说话 安静的可怕 亲爱的 这 叶文涵一脸难以置信的看着我 我面无表情的松开手 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 你这个臭婊子 当真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那老头搞在一起快半年了吧 真是让人恶心想吐 叶文涵面如死灰 心乱如麻 他真不明白这段录像 到底是什么拍下来的 这一巴掌 也将他妈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拉着我手说道 玉龙啊 这是韩寒他不懂事 回去我会说他的 保证以后过日子他不乱搞 你看看 韩寒他还怀了你的孩子 你这样未免也太绝情了吧 我轻蔑地看着他 懒得跟他废话 抬手将视频快进 师兄 有件事我要跟你说 什么事 就是我怀孕了 孩子是师兄你的 你说的是真的 还能有假 视频的声音回荡在房间内 他妈爹坐在地上 不顾形象地嚎啕大哭起来 他爸更是气得直接上手一顿打 他弟仍保持着些许理智 为了即将到手的彩礼 看着我劝道 姐夫 现在科技很发达 不会是别人合成了一段假视频吧 别叫我姐夫 我怒视着他 厉神呵斥 哪有什么假视频 有人会嫌到合成一段 快两天两夜的假视频 我这句话堵死了他们最后的希望 我的父母早就气得发抖 跟着我几个兄弟 将苦苦哀求的叶文涵一家轰出门 叶文涵接下来的命运我不知道 但我的复仇还未停止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金晨阳 之后几天 叶文涵和他的家人 没日没夜的骚扰我 想要我复合 甚至提出一分彩礼都不要 只要我愿意重新接纳叶文涵 这样的破鞋 倒贴给我都嫌脏 没有任何犹豫 我将他们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 世界一下子清净了许多 至于金晨阳 这个老狐狸似乎也坐不住了 不知道他从哪里搞到了我的电话号码 竟然主动联系我 跟我谈起了条件 他说可以弥补这几年 我在叶文涵身上花的钱 要多少他给得起 前提是将销毁所有证据 并保证不把二人之间的奸情说出去 看来叶文涵已经找他通过气了 想用钱来封住我的口 可我岂会这么轻易就范 我自然是拒绝了他的提议 气急败坏的金晨阳对着我破口大骂 表示一定会把我搞得家破人亡 我挂断电话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谁家破人亡还不一定呢 过几天就是金晨阳公司上市的日子 届时他的家人和世界各地的精英人士都将出席 时间飞逝终于是来到了上市的日子 金晨阳公司要在H10科技会展中心 召开上市发布会的事情早就传得满城皆知 各大媒体奔赴现场直播 H10科技会展中心的门口早已是人头攒动 站满了钱来参加发布会的人群 豪车如长龙般停满了一条街 其中不乏一些叫得上名号的公司老板和影视明星 我和池子昂成功混进会展内 看着门口迎客的金晨阳 沉声道 池律师 你确定没问题了吗 池子昂的双手在键盘上飞速敲击着 笑着道 还请吴先生放心 我已经成功黑进了会展的网络 现在万事俱备直前东风 这就好 我松了一口气 仿佛卸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 金晨阳的人生 即将迎来最后的倒计时 等到所有宾客入场后 上市发布会正式开始 作为此次主角的金晨阳站在台上 眉飞色舞地说着 大家好 我是金晨阳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到场 我在这里向各位道一声谢 另外今天我们站在这里跟大家讲话 离不开的是我老婆的支持 还有各位的厚爱 我相信我的公司 接下来能够做大做强 我要做的不是H第一 是全国第一 全球第一 金晨阳洋洋洒洒说了一大段 我面无表情地跟着鼓掌 等到他讲话完毕 那沉寂已久的大屏幕终于是打开了 金晨阳公司的宣传片陆续播放 这不仅是给在场的人看的 还是给千万看直播的股民看的 只见播放中的大屏幕卡顿一下 正当众人疑惑之际 画面陡然变成了一男一女 再肆意缠绵 全场一片哗然 议论声此起彼伏 这 这公司宣传片也太野了吧 怎么把这都搬上来了 这男的我看像金老板 这女的怎么不像李夫人啊 你蠢啊 一看就知道是金老板在外面找的小三 我冷冷地注视着金晨阳 看着他脸色从得意转为惊恐 再到愤怒 谁干的 究竟是谁干的 关掉 关掉 金晨阳站在台上手足无措的大吼道 后台的工作人员汉流加倍 奈何无论怎么按开关都关不掉 殊不知池子昂已经改变了程序设置 除非断电 否则这段视频将会一直播放下去 金晨阳 你这个畜生 你他妈真的背着我在外面偷人 看到这个视频 李夫人怒不可遏 猛地跳上台 追着金晨阳一顿猛打 老婆 这是个误会 是有人要诬陷我啊 你一定要相信我 金晨阳的解释在事实面前是多么的苍白 就在这时 眼间的我看到叶文涵和他的父母居然也来到了会场 尤其是叶文涵 冲到台上一把拉住金晨阳大喊道 金晨阳 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你的孩子还要不要 此话一出 语经四作 今天这瓜未美也太大了 李夫人气得浑身发抖 指着金晨阳痛骂道 好你个姓金的 你不但在外面养小三 居然还搞了个野种出来 好好好 这日子我算是过不下去了 离婚 离就离 金晨阳还没说话 反倒是叶文涵插着腰站了出来 师兄他说了 他早就看你这个黄脸婆不爽了 要跟过一辈子 你给我滚开 金晨阳勃然大怒 一巴掌扇到叶文涵的脸上 跪到李夫人面前连声求饶 老婆 事情绝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可以解释 只要你不跟我离婚 想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李夫人冷着脸 拍开金晨阳伸过来的手 头都不回地带着孩子离开会场 只留下一句话 离婚 这李夫人一走 场内的来宾一下子没了一大半 毕竟大部分人都是冲着李家来的 金晨阳没了李家坐靠山 就相当于查无此人 复仇完毕 我和池子昂混在人群之中离开 事后 我付清了池子昂的私家侦探费 听说这家伙拿走的资料 又二手卖给了李夫人 来做他打离婚官司的证据 逼得金晨阳仅身出户 这场闹剧也通过网络直播 传遍大江南北 叶文涵和金晨阳两人成了大红人 没了李家坐靠山的金晨阳 本应上市起飞的公司一落千丈 最后只能申请破产解散 更是背了大一笔债务打工还钱 叶文涵也没跟金晨阳走到一起 因为这事连学都不上 跟着家人跑到其他城市讨生活 肚子里的孩子肯定是打掉了 谁会娶一个没结婚 就带着一个孩子的女人 此后便秒无音讯 等在听到他的消息时 已是五年后 从我哥们口中听到的 听说叶文涵去到东北的避世 没少相亲 但一听到肚子里死过人 根本就没几个人要他 为了错过他弟的彩礼 他父母毫不留情地 把他卖给了一个乡下的老公棍 生了好几个孩子 听后我示然地点了点头 只能说恶有恶报 叶文涵早该想到自己这天 不过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事业 他们的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了 全文完